这里是靠近若佛州东甲附近的榴莲产地莲花村 天还没亮 前线设置队就和50岁的园主谢国中一起去捡榴莲 谢国中的榴莲园一共7亩大 他继承副业 管理榴莲园已经有20年 他觉得今年榴莲的收成好是因为天气温度适中 雨水也不会太多 他每天平均能够捡700到800公斤的榴莲 比去年高出两三倍 但是榴莲供应量高 批发价却降低了 今年榴莲的地理会比较多 这钱卖面量多 价钱的关系 花两倍 上级的榴莲比较好价 价钱比较高 明总榴莲上级只收15块 这期才收5、6块钱 完备了 天色渐亮 谢国中和其他果农 把档间捡到的榴莲送到收购站卖 收购站的员工会根据榴莲的等级和品种进行分类 再开价向果农们收购榴莲 30岁的林静杰是农二代 父亲是这个收购站的业主之一 他认为榴莲因为盛产而降价对顾客是好消息 对果农来说却未必是好事 说亏的话 主要说起来是果农会比较亏 因为他们是属于净收 对 所以他们是以Glo来算 如果是说果比较便宜 他们肯定会赚比较少 这个是肯定的 就我们以中间商量来说的话 我们的margin会 Glo肯定会受一点影响 可是因为量比较多的话 所以我们more or less even out 对 所以对我们来说影响是不大 只是说果量比较多的话 有时候要外销会比较麻烦一点 他说榴莲的收成好不好 气候是先决条件 再来就是靠果农们的努力 施肥方法也是影响收成的因素之一 三个主要成分就是 主要用来让树壮或者是给结果用的 像奶头菌本身是给叶子多 叶子多 光合作用就多的话 它树就比较壮 对 然后Foxet是给根比较长 它们细水比较多 果汁出来会比较美 然后Potetium呢就是属于结果用的 就是如果还没有结果 你放多 放Potetium 就会吹果 就是结果会比较多 然后在已经结果了之后呢 它在果实大的时候 你放Potetium 它就会让它果实更大 就会比较有重量 而且我们用的肥 通常都是外国进口 但是德国或者是Dutch 这一类的 都是欧洲的国家 所以我们的成分都是 基本上是受国际认证的 此外 树越老 所结出的果实会更多 品质也更好 越高的树越大棵的树 它的结果量越多 所以收成会比较好 小棵树收成量会比较低 因为榴莲是在它生出来的 那个汁上面结 它的主干是不一结果的 所以汁越多的话 产量越高 所以每棵树的产果量 是不一样的 静杰告诉前线编导 去年的收成不好 也可能是造成 今年丰收的原因 像去年年后也是欠收 今年年头也是欠收 所以变成天气一好 之前没有结过果的树 都一次过结果 通常它剩了一帮 如果是说多的话 它下一帮它可能就会休息 它可能会有结果 可是肯定不会多 一日生的话 那个树本身 它的健康就没那么好 结出来的那个果也没那么好 也是会受影响果的那个quality 在莲花村长大的陈自珍 也是这个榴莲收购站的 合伙人之一 收购站一部分的榴莲 也会送到 它在新加坡的榴莲档口 他说这次的榴莲季节特别旺 他们每天所收购的榴莲 比平时多出五倍 产量最大的时候 可能说一百吨 这个乡村 一百吨如果是产量少的时候 它不适应到大拒绝的情况 一天顶多十多二十吨 不多 我们这里榴莲在丰收的时候 会出口到吉隆坡 吉兰丹 丁家努 马六甲 新山 新加坡都有 批出去 甚至香港 中国 陈老板认为 莲花村作为一个小村庄 在旺季时 一天能够出产 上百吨的榴莲 主要的原因是 泥土的质量 这边的土地都是那些红柿米地 它比较适合种榴莲 榴莲本身就很怕水多的地方 红柿米地你下雨过后 一下它的水就消完了 种出来的榴莲都非常干包 很漂亮 尤其是种出来的茅上 是金黄色的 金黄色的 不是浅黄 是金黄的 但是不是所有榴莲都卖得出去 一些外表有瑕疵 但果实品质良好的榴莲 会被送到工厂 做成果泥 拿来做榴莲泥的榴莲 不是不好的去做榴莲泥 而是你卖不动的情况 你一定要进厂 全部把它动起来 把它做成泥 然后到了八月 那些做叶饼的人的吸球量 榴莲泥的吸球量就多起来了 就会用很大的量 普通你做甜品 可能用小汤匙的榴莲泥 你做一个叶饼 要用蛮多的榴莲泥 变成榴莲泥在八月的时候 是最畅销的 制成果泥后 老板就会把果泥 出口到其他国家 如中国 代壳榴莲 目前中国还不能进口 那我们还有做很多那些榴莲泥 把壳 把它的壳去掉全部 就只剩下果泥 出口到香港就比较简单 出口到中国就很大的挑战 因为你现在出口中国 你必须要拿回厂去 给它全部要处理干净 冰冻起来才能够出口 榴莲果泥 除了能制成蛋糕 还能做成这些口味 你吃过吗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